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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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为水一秋来为水深圳 继续为金安生日昂花耍露 厭楼好安的台北流 台北国 为水深圳 光丸与点栏目 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 与共产党与这些企业 面外对所有为水深圳 为水深圳 台湾人没有一个处境 与当时 与当时的处境 还有时空的条件 有很多不同 但是我们受压力的政言 应该要是一样的政见 所以同胞 孙团结 团结只有我们这一句 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台湾人 这个时间 不管香港之前 我们的拓鱼政党派的组军 大家合作 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人权来打招 这是我们同一个地方 在北海森林 同一个应该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角色的所在 奖卫水深圳逝世八十五周年 追赐纪念活动 是由宜兰县议会主办 副总统陈县议会主办 他认为可以参加这场追思活动 是他的荣幸 特别推崇奖卫水是上意的典范 也说要学习他热爱台湾这块土地 以及不妥协对理想坚持的精神 同一个 jed国中谁为一个女性 一般一般的医生比只一一个人会 但是 有些医生比起能处 同一个医生 就是中国一位 同一个医生是柳凌尼 上这一条车软 地一位表面就是极梅必项薰 汇面是伤 通常要的大人都愛這個國土 愛的台灣 愛這個國土的台灣 所有的台灣人 我跟他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比起台灣也承認得到 很多的條件 現在在艱苦的環境裡面 我們得到不可學的精神 所以說鼓勵秀 但是我們要聽懂改革 所以說今天可以來這個民主 現在對我來說 是一個豐富的世代 親民的洗禮 分享給頭號自己的意願 這場蔣衛水追思紀念活動 請各界人士參與 也因為有副總統陳建仁的出席 現場維安規格相當高 進入會場的人 都必須接受安檢 讓這場追思活動的氣氛 多了幾分嚴肅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導 夏天是登革熱疫情的高峰期 宜蘭縣有一名58歲的男性 在7月份的時候 前往菲律賓來工作 返國之後開始發燒身體不舒服 經過抽血檢驗 今天已經確認為登革熱 是今年宜蘭縣首例登革熱 是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 一名58歲男性 7月下旬前往律賓工作 返國後4天開始出現發燒 頭痛等身體不舒服的狀況 經過抽血檢驗 兼確診為登革熱 而這也是宜蘭縣 今年首例的登革熱 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 而衛生局跟環保局 已經針對個案的住家噴尿 加強衛教防治 我們宜蘭縣東三鄉有一個縣民 因為在7月23號到26號 到菲律賓去工作 然後再回來4天 左右就發生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包括發燒 頭痛 然後他檢驗的結果 血小板有低下的情形 所以經過兩次就醫之後 現在檢體報告出來 已經被確診為境外移入的 首例的登革熱 然後目前衛生局針對這個案例 我們已經針對他住家附近 進行自身員的清除 然後還有環境的整頓 還有相關的民眾的衛教 環保局的部分 我們也請他通知鄉公所 鄉鎮公所 然後結合清潔隊 針對那個個案住家附近的 100公尺也進行環境清銷 環境整頓等等 衛生局表示 登革熱傳染媒介 是百姓斑紋跟埃及斑紋 民眾平時就得針對住家周邊環境 做好尋到清刷 不讓病媒文滋生 而外出時也最好穿著 淺色的異物 擦防溫液防護 南部地區的登革熱疫情 也有在升溫的現象 然後這邊提醒我們的鄉民 如果 鄉民如果有到那個 南部地區旅遊 或者到 東南亞地區 對於這些國家 這些疫區的國家旅遊的話 回來一定要注意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狀 一定要儘快去就醫 然後也提醒大家 居家附近的環境 務必要清除乾淨 尤其是資深園的部分 這邊也提醒大家 有一個口訣叫做尋到清刷 只要是家裡 室內室外的積水容器 務必把它清理乾淨 然後不要讓 決決來做資深 為了杜絕登革熱 衛生局呼籲民眾 配合清除住家周邊積水容器 不用的容器 應該加蓋或是收好 而屋外的環境也要整理乾淨 千萬不要輕忽清除積水容器的重要性 以來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林蔣對地方的服務貢獻良多 三星鄉公所感念基層的辛勞 在鄉代會的支持之下 特別編列了預算來添購自行車 作為領長的代付工具 藉此來提升公務的效率 而今天也在三星埃茲橋 來舉辦播用儀式 一起欣賞安農溪的河岸風光 三星鄉服務員廣闊 共有18村2080 林長為最基層的服務人員 協助公所發放各項宣導品 與通知單 相當辛苦 公所感念他們的辛勞 特別編列預算添購自行車 提供代付與公務使用 今天舉行撥用儀式外 鄉長也率領村林長們 共同騎游安農溪自行車道 欣賞河岸風光 欣賞典安農溪 這些林長他們的重要性 不屬我們公務人員 體制來這裡的動員 所以說 我們這些林長也 也是我們公所的很重要 服務的天線 它都站在頭上 一些我們這些精靈的選購 和這些雙關 這些文選品的發展 所以他們 定義說 都無幾職的 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同時我們為了 希望可以 會員可以很健康 會員可以來做一個代步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 每一位林長一隻 主專車來做代步 今天我們特別選擇 我們設施 請他們這個 中間 來 讓這些林長來做一個 持有安農溪的活動 對於公所贈送腳踏車 林長們都很感謝 配備也十分齊全 安全帽與置物欄 樣樣不缺 讓他們執行公務時 相當方便與安全 這次公所非常用心 也非常提醒我們的林長 你看這邊有這個 有這個大名牌 走我們的車撞進去 而且還有我們的安全帽 還有我們的林朗 所以說這 整個土地的背面 都非常的環境 也就是說 來威勞我們所有的 我們這些林長 我們覺得這次非常意義 也鼓勵我們林長 繼續替我們的 村民和鄉民來打招 鄉長也表示 腳踏車是環保的交通工具 未建構三星樂火有機箱 判由林長率先做起 服務鄉民同時又能愛護環境 明年度也將編列 林長意外顯預算 讓他們在執行公務時 能多一份安全與保障 宜蘭新聞記者林奇碩 採訪報導 來看一個國際交流的消息 為了讓童韓節的國外貴賓 來深入認識宜蘭的在地文化 因此主辦單位 特別安排芬蘭團隊 來到撞圍的海邊 體驗傳統的砍溝 雖然說天氣非常炎熱 不過偏偏這群外國的貴賓 反而愛曬太陽 而且更喜歡海水 縣長林從賢也親自下海 一起來感受古早的捕魚方式 雖然頂著大太陽 不過這群分男朋友 卻玩得很起性 可能是這種看過的捕魚方式 對他們而言很新奇 加上喜歡日光浴的習慣 所以能來參與這次體驗活動 心情非常高興 他來這裡就是當然要學習我們台灣的傳統文化 然後其實他們芬蘭有很多湖本 然後他們其實也靠近海 所以他們其實也常吃魚這樣子 對 這時候覺得很棒 因為這邊的 他們很喜歡曬太陽 而且其實在這邊 我們也體驗了很多台灣的傳統的一些文化 跟鴻灣之類的東西 縣長也親身下海來砍鉤 希望透過這種傳統捕魚方式 讓國外團隊感受宜蘭的好山好水 也是成功的國際外交 來 團隊又來了 你是沒看過不動 不動 我也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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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天氣很熱 不過我們現在 南洋平原的這個海岸 水都很乾淨 雖然現在大家都很怕海洋快沒有魚了 不過我們用這種傳統漁法 除了體驗 也讓他們感受一下 我們這個小地方也非常重視 這種海洋生態的永續 也來到這個鄉下的漁村 來跟他們做互動 今天讓這些 偏遠的漁村的這個 這個老以上跟這些 最年輕的這個兒童舞蹈團來做交流 我想這是我們同安節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在眾人的同心協力下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終於看到自己親手付出的收穫 宜蘭新務記者張莉玲採訪不到 接著要帶你來品嘗外國的美食 這是為了讓新住民更容易適應台灣的生活 同時也能夠親近社區關懷長輩身心的健康 民政處特別委託蘭新富幼中心 辦理了實在安全班 今天也在郊西的玉光社區舉辦成果發表會 先住民正在準備好吃的外國料理 要讓玉光社區的阿公阿嬤嘗試新口味 其中這鍋越南粥 用料光復又營養 非常適合老人家食用 為了呈現學習成果 現場還準備上菜秀 尤其先做過暖身超厚 不論是台灣或是外國料理 品嘗起來更美味 蘭豬肉要吃雞肉 吃起來不錯吃 吃起來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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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吃起來好吃 吃起來美味 吃起來 吃起來好吃 吃起來吃起來 我們這個男主 跟台灣的方法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我們吃虢身 加漿 然後雞肉 放進去還有酸頭 還有洋蔥 我們把它進去熬 熬到那個氣飯變成有味道 開始要加那個才有一點鹽巴 然後一點糖 對 然後就加起來煮 就會有比較有味道 比較跟台灣不一樣的特色 民政處表示 為了讓外籍配偶融入台灣生活 所以委託藍新富幼中心 開設食用安全班 除了學習在地美食 同時也讓他們有服務社區的機會 所以館政府在館長就職業之後 我們每年都來辦這個 讓他們習慣我們藝人 知道我們藝人很多生活習慣 再來我們跟士大老妹一起合作 這個生活習慣的領域班 所以我們每年班 我們今年我們這個開班兩個班 今天是第一個班 就是那個事務的安全 還有那個怎麼煮飯 我們這個班的今天一個結業典禮 結業就是待會要請他們 把他們再去在我們家的廚房煮的菜 彈出來讓我們的阿公阿嬤 把它鑽定一下 看這個菜市場 這個口味 可以嗎 那我們最想要給他們的就是 族群融合跟生活適應 那這一次我們來到玉光社區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公益化跟公共化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來幫助他們 那我也取得我們這些新住民姐妹的同意 他們說對啊 我們也可以來幫助老人家 我們也願意在這個宜蘭照顧我們的社區 來照顧宜蘭需要被照顧的人 未來縣府還會開設電腦手機班 來活用現代資訊 讓生活更便利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紅龍果是夏日水果勝定 農業政農會特別舉辦了105年 藍陽紅龍果品質評鑑競賽 經過重重的關卡 最後是由原三鄉的果農張玉朗 拿下了紅肉組的冠軍 如何挑選好吃的紅龍果呢 現在請專家來告訴你 為了提供果農互動交流的平台 行銷宜蘭優質的紅龍果 宜蘭縣政府每年都會舉辦 藍陽紅龍果品質評鑑競賽 今年吸引縣內7個鄉鎮農友報名參加 共有紅肉組25組 田王組18組 評審依照是否有農藥殘留 以及外觀審視 還有風味口感跟糖度來評分 那我們在外觀的方面 我們是採這個鈴片的部分 那盡量是以最新鮮的鈴片不要去折斷 像這一顆跟這一顆的差別 不管它的大小 但是鈴片的整個的外觀 還是以這一顆為評分 會比較高分一點 那這個是外觀的 那不能有蟲孔 不能有併斑 所以它這個顏色都非常的均勻 這個分數就會比較高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口感 那我們把它切開來之後 我們會吃看看它的口感 那像這一個顏色的分佈是非常均勻 它的紙也分佈得非常均勻 那它的口感就沒有那個青草味 會有果香味 那這一次的評審 一個全部的評鑑農友的果農果送來的糖度測定 平均是在18度左右 那冠軍的平均的甜度有達到21.9度 經過層層的評選 最後紅肉組跟甜王組 分別由果農張育郎 與黃谷川獲得冠軍 張育郎表示 因為他採取磁心認證的有機種植 土地沒有污染 並且做好施肥管理 他的果實才能又大又漂亮 獲得這次的勝選 因為我們在達聖宮沒有什麼 沒有污染 水質好 不過就是他就穿那麼多 我還不正前 之前我也有去請教一個 我們先前就是 台中火龍口達人 煥振青先生 他有來給我看 來給我指導 他告訴我 要怎麼下去做 下去管理 然後我每一年的時候 我都會做肥料的條件 自己都做昆肥 下去做昆肥 然後做研究 我什麼環境 什麼氣候 下去什麼肥料 因為我們議員 還有一個課點 就說 可能火水那麼高 不過 晚上一整個起來 就只要你要用心 去管理 土壤常常拿去做化學 每年做肥料的條件 應該就有好的成就出來 聽說要來就下一個例 基本上依然比較多餘 可是這幾年 在一些技術改良上 在華龍果一些更重的面積比 往年都要多了 那事實上透過比賽 跟一個評選 也可以讓這些果農們 在技術上 在行銷上 還有一般消費者的認同上 可以肯定我們南洋地區 出產的紅龍果 那促進大家來認購 我們當地所產的水果 我想這個在正面上 也有很大的一個效果跟幫忙 主辦單位表示 紅龍果富含花青素 營養價值高 是抗氧化的聖品 透過定期舉辦評鑑會 宜蘭紅龍果在品種選拔 與栽培技術上逐漸提升 每顆都飽滿香甜 7到9月為盛產期 想要品嘗紅龍果的民眾 現在正是時候 宜蘭新聞記者林奇碩 採訪報導 來看一個明天的活動消息 這是為了提供熱愛音樂的 青年學子一個表演的舞台 第一屆自由拍熱音大賽 明天下午3點在宜蘭航口來登場 有來自縣內的國高中的學生 甚至有大學生都會來參加 主辦單位也表示說 雖然是比賽 但更像是表演 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年輕人的熱力 明天下午3點 自由拍熱音大賽 ROCK 就是我對你 Galaxy 就是我對你 Gal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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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3點在宜蘭火車站旁邊的宜蘭自由拍 我們有舉辦一場熱音活動 然後我們這個活動主要針對的對象是 國中高中還有大專院校的學生 然後這次報名的團體有四組 然後裡面都來自於 宜蘭高中復興國中還有宜蘭大學佛光大學的學生們 然後我們辦這次活動主要的目的是因為要提倡宜蘭的音樂文化 還有推廣說學生的一些音樂活動 讓他們有一個場地可以表演這樣子 雖然這是一場比賽 但是更像一個讓學生表演的空間 明天下午3點歡迎大家能一起來觀賞這個音樂的活動 明天就要放假了 趕快了解明天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 有短暫陣雨或是雷雨的天氣形態 降機率30% 氣溫是27度到35度之間 接下來關心明月期下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藍莎如 感謝您收看 祝福您切平安順心也加持愉快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配 也請入聖艇 寺三